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GRE Writing这几次课程 对GRE Writing的Essue Writing和Argument Writing有一个相当的了解 也希望能够为大家的考试准备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准备我们的GRE考试 好 闲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进入整题 今天我们课程的Outline主要分为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关于我们上一次课的回顾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回顾一下 上一次课中我们讲到了有哪些常见的逻辑错误 还有我们Argument Writing这个题目中有哪些常见的论证顺序 那么第二呢是我们的例题分析 在这里呢我选取了三道高频例题 然后它们呢分别是不同的这个逻辑论中顺序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例题分析 能够找一找感觉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个例题啊 能够了解我们怎么样去找 Argument Writing里面的一些点 然后通过这些点去找一些逻辑错误 通过这些逻辑错误进行一些抨击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课程呢 对Argument Writing的分析有一定的理解 第一部分是关于回顾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黑板上的基本论证顺序 我们之前在上一次课呢通过一些例子 也通过一些总结告诉大家了 我们Argument Writing的这段话呢 基本上呢它都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倡议啊 或者是一个建议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个结果呀之类的东西 它通常是由几要素组成 首先有一个前提 然后会有一些论证 论证里面呢有一些论据支撑 然后呢最后会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在论证到结论这个过程中呢 作者会有许许多的假设 有一些呢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比如说indicate, suggest 或者是assume之类的词去找到的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通过逻辑推断去判断出来的 那么通过这些元素 它们构成了这样一个Argument 那么我们在读Argument Writing的时候呢 经常要先找到这些东西 这些关键点 然后呢去推断里面所有可出现的假设 然后可出现的逻辑断层 通过这些逻辑断层去找我们Argument Writing分析中的切入点 那么Argument Writing呢 它通常遵循这样几个逻辑顺序 首先可能是对比论证 那么它可能在这个题目中呢 给出两个事实 这两个事实是相反的 那么与之差不多还有一个类比论证 类比论证的话 它可能会给出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身上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呢同时给出另一个东西 然后说这个东西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它们两个是可比的 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对比和类比是在Argument Writing题目中我们常见的 然后第二个是递进 那么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一层一层深入 然后因果比如说有什么原因导出什么结果 可以是因为一个现象 而导出现在他们要做这么一个措施 或者因为一个问题 他们现在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然后最后一个是并列 并列的话就是一一列举一些原因 最后导出这样一个结果 这几个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在我们的立体分析中呢 大家也可以一探一二 那么这些论证顺序我们记在心里了 我们下面再来回顾一下 在我们上次课堂中提到了一些逻辑错误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 好 常见逻辑谬误 这里我把英文和中文又重新的列给了大家 我们还记得这个草率前提 过度简化 因果谬误 滑坡理论 从众谬误和错误类比 那么我这些题目呢 如果大家忘记了的话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课的视频 我们在上一次课中通过一些有序的例子 带大家分析了这几种问题 常见的一些表达 然后这些问题常见的一些 这个错误原因 然后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不过多阐述了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一次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